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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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探討新約聖經 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上次也說 探討有上帝存在的機會很大 第二 舊約聖經有關上帝啟示的紀錄 也是有一定的理性根據 所以我基本上重說一次 宇宙如果有關愛人類有恩情的上帝 邏輯上他可以主動和人類溝通 這件事發生就叫啟示 我舉例 當我認識我太太的時候 如果她只是一個女孩子很有氣質很漂亮 她不理我 我無法認識她 因為她是另一個生命 你面前怎樣表演 引她著她不看你 你打坐就打到飛上半空 她都不理你 也是沒用的 但如果她突然有一天 她跟你溝通 其實溝通很容易 不用口說的 眼望下溝通 有時候初初認識她的眼中 有放電 她發現她有電 從眼中射過來 那你又用眼的電回應 整整一下就說話 聊天的時候 就開始認識這個人 溝通就是這樣 所以你認識宇宙 最後真理 假如真理是有恩情有親情有慰格 她可以主動和你溝通 如果她不出聲 你不會清楚知道她是誰 但假若她出聲 這個就是啟示的開始 啟示就是上帝通過說話 和歷史的行動 來和人類溝通 啟示的事件 就是上帝來到人間的時跡 聖經就是在本案記載 它說到上帝來過人間 所以我們去探索 他是不是真的來過人間 當然他真的來過人間 現在原則上我們可以理性探索 有關這些記錄可靠 還是不可靠 所以關鍵就是 這些事有沒有發生過呢 有關耶穌基督 好了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講一下中國文化 在漢書的天文誌 講到漢哀帝建平 二年二月 這個就是公元前五年 講到這個瑞色出軒謀 即是一顆很光的星體 即是尾巴的那些叫瑞星 這個瑞星呢 即是尾巴 就發覺這個瑞星是指向西面的 出軒謀附近 72天 根據解釋的 瑞星出來 就是除舊告失禮 即是新的開始 軒謀就是日月五星所重起 即是日月五星由那個位置升起來 起東面 歷數之完之後 它代表開始的意思 三政之節 就是一切就開始了 瑞星出來 改根之著 即一切都有新的開始 其出狗者為其事大日 即是出得來就是大事 這顆瑞星出了七十多天 這是漢書天文誌的建築 漢埃帝古紀又記載 漢埃帝建立三年 一年後 三月 有星背於河谷 河谷就是軒謀星附近 大概公元前四年 四月左右 那中國記載表明 這個天上的景色 有新的開始 一個大事 剛剛聖經就記載了 馬太方就記載了 就是有幾位東風博士 看到的星律師 上帝客的啟示 是道成肉身為港人家 與人類共金虎 那些記錄 這些就是漢書裡面的記錄 看看那顆星的位置 這裡就是地平線 軒謀星是這個位置 河谷星是這個位置 那顆星出現在興謀 大概這裡 有一個大光體 它大概是在東南面 但是它的尾巴指向西面 所以似乎 一顆星是指示向西面去 西面會有一些大事發生 就是一切有新的開始 那至於河谷星 就在這裡 所以來興謀星很近 所以過遲一點又有 那顆星這一帶出現 所以這個 三博士 其實他就看到兩次這顆星 第一次見到他的星 引他到耶路撒冷 第二次 就是當他去伯利行的時候 那顆星又起天上出現 時間很準確 因為我們看一下 耶穌什麼時候出生的呢 不是公元年出生的 公元年是計錯了的 當時 耶穌出生就是施洗日項 你計算是施洗日項 在提比羅第15年出來傳導 耶穌受施洗日項的洗禮之後 30歲開始傳導 這個提比羅15年 馬上算得到 即是公元26年 公元26年 提比羅15年 那就減30 那麽耶穌耶穌公元前五年 或者以後出生 這個是計算的 耶穌幾年出生 公元年五年 或以後 另外一個 馬上提到 希律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百里行 希律王是幾次 希律王是公元前四年去世的 所以耶穌出生的時候 沒辦法 希律王死了 殺了嬰孩之後 他死了 所以耶穌大概是公元前四年前 你計算到公元前五年之後 和公元前四年前 然後這個時間 配合 創書的記載 首先公元前五年 有很光的星 出現70日 然後公元前四年 那星再出現 在那附近 但是很光的 所以三博士 他是 見到這顆星 是不是三個星 幾位博士 他見到那個景星 第一個大出現70日 令到他們去找到耶路撒冷 就是建平二年 然後 在日出前一小時 在東南至南方地平線 會出現三四十度的位置 見到牽牛星 所以那個聖經 希臘文原文 就是說 那星在地平線 升起 在原文是這樣 就是我們看到地平線 升起一顆很光的星 然後再去看到 就是那個 去耶路撒冷 去百利行途中 看到明星再出現 就是看書記載 建平三年 那顆 那顆 河谷附近的星 因為河谷近 牽牛 所以他認定 是一年前的那顆星 那 由公元前五年三月到 公元前四年四月 總共13個月 所以希律王要殺兩歲下的首歌 似乎中西的記載 是相當的敏合的 跟著我們還可以想到一個問題 這幾個博士哪裏來的呢 如果是中國記載的 會不會是中國來的呢 中文最喜歡什麼 黃金 那中國人呢 語香抹藥 中文都喜歡的 有大把中藥的 整包中藥帶去都不一定 那 所以呢 三博士現在個個都包好頭 那些畫 那通常呢 政治正確就是三博士 有一個是黑人 兩個包頭 他應該呢 政治真是正確 加多一個 起碼穿漢潮服裝的 那 就更符合歷史了 因為在 那麼多個歷史當中 是中國特有記載的一式 因為中國古代的歷史紀錄 是最詳盡的 是中國人最厲害的 那麼古代其他歷史紀錄呢 好像印度那些 是沒有那麼詳盡的紀錄 因為它很多的 煙沒了 那些文獻 很多的歷史 在戰亂中煙沒 只剩下一些石刻的 但是中國的文字的紀錄 一直流傳到今天 二十五時是很清楚的 好了 耶穌的出世 不但有特異的景色 而且一生都帶著超戰的特性 他說自己是上帝的兒子 是真理本身 他一生走很多神 即是叫死人復活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也復活 這些似乎都 特異功能做不到的 特異功能不能夠用五餅 而餵飽五千人 氣功大師不能夠平靜風浪 又不能夠叫死人復活 更加自己死了 多數人 差不多一定死了 沒有人可以死而復活 只有耶穌紀錄 能夠死而復活 很顯明 有些人說 耶穌大器公司 你做過耶穌神職 我看看 你大器公司這麼厲害 最多就是 一個藥瓶瑤 又有跌粒藥來 最後那些都證明是假的 是魔術來的 那麼耶穌這個死而復活 獨一無二 確定他真的是上帝來的人間 這切紀錄究竟是神話傳說 還是目擊者的實力 我們的探索就是 耶穌紀錄 是不是見到的人寫的 因為後來的人寫的 現在的真正就是這個 《達文西密碼》這本書 《達婚旗密碼》 就變成了耶穌八卦新聞 這八卦新聞就說 耶穌其實有老婆 生了兒子 那個野仔 後來做了法國皇帝那種 講到天花狼鳳 那些故事呢 其實一個如果後期寫的東西 故事就可以入作的 但如果近期的東西 你就不能入作 通常我們這麼重視目擊證人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目擊證人 時代寫的東西 你不能亂作的 正如我現在要告訴你 其實我不是姓梁 我姓胡的 我本來在泰州 但因為太窮 有個姓梁的朋友 香港來 我爸爸就把我送給朋友 帶來香港養大改姓梁 其實我姓胡的 不過後來文革等等 失散了爸爸 但我還有個印象 我有個哥哥 爸爸經常叫他的 叫他的名字 阿韜仔 阿錦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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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才知道 阿錦韜 我這樣也可以寫一本書 馬上都可以唱少了 大哥 我這樣亂作 很容易推翻 因為太近了 歷史 每個人見過胡錦濤的人 見過他爸爸 哪有個弟弟 你不能亂作 大哥 我改說 其實我是光瑞的真孫 這樣就可以任作 過了一百年 光百年就可以任作 那些新聞 那些八卦新聞 其實光瑞 你都不知道 那一次他和真妃偷偷地 在營台 偷地生了一個兒子 讓邪教授知道 那叫太監 就把那個寶寶 一路帶到廣東 去到生活交給 梁啟超的家族 來撫養 然後邪教授 後來知道 就派高手下去 暗殺他 那時等於十幾歲 去到之後 發現找不到他 原來他已經長大 十幾歲 就去了佛山 佛山 他跟了一個師父 他去那個地方 叫寶芝林 師父叫王飛鴻 他跟了王飛鴻 王飛鴻有個弟子 叫梁寬 原來就是他 然後 三個高手去當堂 被李連劫全部打死了 王飛鴻 然後後來 歷史又繼續發展 袁世凱又想殺他 孫中山又想保護他 到最後 故事很多 又見過宋慶寧 又有一段情 都可以作出來 然後 九一八事變 日本想找個光稅的後裔 上去做魏滿洲國皇帝 但結果 我去國他不肯 他逃亡來香港 然後香港 立刻派王家特務M去調查 說光稅的兒子和兩個孫來了 發覺他有兩個兒子 有一個兒子叫梁邦 原來武功高強 那個特務叫特務M 他發覺梁邦這樣招攬了英國的王家特務 改了一個英文名叫Mister Bond 第一名是James 然後James Bond 你也知道是中國人 武功都這麼好 還有一個兒子叫梁蘇 當時練了一身的鐵遮工 後來開了一間遮廠的梁蘇記遮廠 然後他衣服 兩個兒子 一個是池上留著光稅的密碼 就是他留長頭髮 代表水 其實乾水後代 但是他一直被壓抑多年 充滿憤怒 他真名叫梁國雄 外號叫長毛 還有一個 他學了哲學 另一個密碼就是燕子 因為燕子代表真飛想飛的願望 他名叫梁煙成 後來為了未避免身份敗路 就逃亡在加拿大 他真名叫愛生國內燕成 如果我這樣寫整個達文西文化故事 我可以叫光稅文化 這些你作的故事 只要過了很久的歷史 你真的任作不生氣 所以達文西文化當然是一個亂作的故事 不過挺有趣的 就是說 這個 達文西文化究竟是否相差呢 當時都流行一輪 一些人說到天花籠鳳 結果一次就一招破局 就是加拿大Hitschannel 有個專輯的達文西科 主持人叫Jose Bernstein 他就找回法國皇室 當時梅洛伊王朝 法國皇室的鞋骨 的DNA驗一下 看他的DNA和中東人 有沒有關係 耶穌是中東人 找到一個皇后 她的遺骸 作DNA檢查 這個皇后 Qeen Qeen 阿甘迪 接著有耶路撒冷 找找和耶穌的血緣 有關係的步驟 因為耶穌說阿賴文 敘利亞 有一幫人說阿賴文 敘利亞 在耶路撒冷 有一個很有趣的教堂 一個教堂有一個inscription 就是聖靈降臨的地方 真正聖靈降臨的地方 如果我帶去聖地室 帶去看這個 平日女人團不去的 因為它有一個inscription 就是寫明 是馬可流 這個就是聖参的地方 和聖靈降臨的地方 而且它是真正合乎巧 因為它以前聖参的地方 Upperwood是在地底的 就是因為歷史 古時的東西在樓上 現在變成地底 是在地牢 這是非常準確的 現在另外女人團帶去看 Upperwood肯定不是真的 因為它現在是二樓的 如果在兩千年前的二樓 沒有理由現在還是二樓 這個肯定是錯的 好了 在這個團體裡面 就是屬於講亞難民的族裔 就找他們的DNA 一經專家調查 這個專家 Jacobs-Katsume 一研究就發現 完全沒有關係 就已經證明了 法國王室是耶穌的後裔 是和摩特拉馬利亞偷偷被查 一查就知道不是 因為這個王室血統 完全歐洲 跟中東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一招就推翻達文西密馬 不過達文西密馬那本書 引起很多民間的說法 就是摩特拉馬利亞和耶穌的關係 會不會是一些古時的福音書傳來的 會不會是你的四福音書 只是很多的福音書其中一套 原來它根據有些叫做偽福音書 十幾萬份早期基督教文獻裡面 只有兩份 是和摩特拉馬利亞和耶穌有關的 就是肥力福音和馬利亞福音 這些就是在那個沙漠 在這個埃及的沙漠 這個 Lehamedic的沙漠那裏 就發現一些 諾斯底派的偽福音書 大概寫作年份 是耶穌之後 二百年至三百年 已經正式是假的 因為它是二三百年後 著作肥力福音的公園 三百年 馬利亞福音寫於公園二百年 供應的偽作 跟真實的耶穌肥力和馬利亞 是沒有關係的 好了 但這個偽福音書 其實講到 摩特拉馬利亞和耶穌關係 是怎樣的呢 原來它是殘卷 殘卷就是中間很多洞 是看不清那些字 這就是原文 原文翻譯出來原來是這樣 摩特拉馬利亞 什麼的火門 什麼的他都 什麼的門徒 什麼的問他的什麼的 原文原來是這樣 沒有 連耶穌的字也沒有寫 它是殘卷 但是翻譯那個人 就認為 摩特拉馬利亞 跟耶穌有關係 所以他用一個主觀願望 翻譯 什麼的就填上去 摩特拉馬利亞 耶穌的火門 什麼的火門 就是耶穌的火門 然後說 耶穌愛他 多於愛所有門徒 他常要問他的嘴唇 其實沒有 問他的什麼什麼 原文什麼什麼 他填了嘴唇 如果這句 你這樣看 英文翻譯過來 好像耶穌跟他很密切 我經常問他嘴唇 跟他愛他共心 但其實原文什麼什麼 是沒有的 就是 你就知道 那個欺騙 就是借這段翻譯來做 達文西密碼的欺騙 一早就看到他的錯 而且他用那個夥伴那一字 他說 代表夫婦 其實不是 他的原文就是 可言而是 是不是說妻子的 可以妻子 但是主要是子的同伴 子妹 妻子是另外一個 希臘文 所以就 馬上知道 他人這些都沒有關係 而且問這個字 其實Kiss 是中東人很流行的一種 代表友誼的關係 不是代表夫婦的關係 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 我去中東就知道 我爬阿拉納山的時期 有個族長帶我們去 那個族長的名字叫阿姨阿姨 他整面騷擾的 他對我很好 他不懂英文 他經常叫我Thomas 我叫Thomas 他叫我拍照 他就photo 因為他沒有相機 你幫我拍照 那些族長沒有相機 photo,photo 經常叫我幫他拍照 然後問我電話多少號 我說死了 我給號碼你沒用 你打電話你又不懂英文 你打到我去辦公室 不知道說什麼 他很聰明 他說Thomas,photo 他就說你明白了 Thomas,achiaman,photo 他又聰明 最後我們分開的時期 他很熱情 我抱著我不放 然後就kiss 被蘇吉到飛氣了 原來中東是會kiss的 kiss是很特別的 其實肥利福音裡面都說 敏是一個接納的意思 所以我們都彼此問對方 所以kiss是禮節 根本就不是夫婦關係 當然還有 馬利亞福音那裡有一段 他說救主認識馬利亞好心 不需要愛他多於我門 他說他愛他多於我門 這句話很明確 他是愛我門 即是這幫門徒 不過愛門徒之中 愛他更多些 我愛你們每一個 是聽我說話的人 但是有一個 我愛他多些 譬如我女兒也在這裡 或者我認識的 其實有些我愛他多一些 黃爾諾我愛他多一些 即是說 有一些是 我會疼多一些的門生 所以這個愛戒 完全和夫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達文西慢慢引起的兩段 一招就破了 但是這個純帶引起 魏經哪裡來的呢 魏經的原文 除了這個 雷哈曼迪 Library 就是除了埃及 還有找到其他一些魏經 這些很多是 所以諾斯底主義的魏經 是原文的意思 就是假托名 假署名的書 即是是一些 人想推廣自己的觀點 就說自己是某個偉人 這樣寫的 譬如有時候你看見什麼 姜太公寫的東西 有時候在街上 擺明是假的 姜太公的東西 你怎麼會用這麼好文言文寫呢 即是 有些人經常是 魏託的名字 有些人是 祭公下凡寫的 也有的 你搞不搞幾多感言 但這些是否叫魏託名的書 就 證實是假的 因為他的年份 都是耶穌之後 兩個世紀 都是沒有耶穌門徒的名字 來寫的 所以諾斯底主義 他認為可以通過一種奇怪的智慧知識 可以認識上帝 其實他是一種宗教混合主義 他認為最高的上帝 是沒有作為的 靜態的 他下面有個低一點的上帝 才創造天地 那個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物質是不好的 這個低一點的上帝 創造天地 他創造物質 所以是不好的 基本上是否定 聖經說 上帝創造天地 那個是好的上帝 因為物質是不好的 所以創造天地 那個是不好的 還有他們會 就是信埃及的一個套 這個就是埃及的那個 那個鳥頭神 有時是 忽忽頭怪物 這個神 他被認為 是那個太陽神 那條利 他代表智慧 他認為宇宙有無盡的靈光 他融入靈光 然後解脫 其實是混合很多很多 民間迷信 加神秘主義結合的一個教派 但是後來他們 就混入了基督教 因為呢 保羅已經提過了 躲避世俗的虛談 和那敵真道 似是給一些學問 你會用到學問那個字 就是Lostics Lostics Lostics是神 那個字 靈不知的字的根源 就是 當時有很多 以為講學 智慧的說法 其實是一些神秘主義的教派 而這個愛人某 Iron Darius 這個教父寫的一本書 是 Against Heresis 是反那些疑端 裡面特別提到 諾斯底主義 就是我們知道 諾斯底主義 從愛人某提出來 他的根原來是 行邪術迫西門 他後來說 信了嬌教 他就把邪術 打進去 一切的異端 都從他開始 因為聖經有說過 行邪術的西門 所以他說 當時這些教 混入了嬌教 然後呢 其實就把嬌教 改了做 那些神秘主義教派 對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 尤大福音 我們聽說 發言了尤大福音 尤大福音 尤大福音 怎樣的呢 尤大福音 他就說 耶穌 諾斯底主義 他說 耶穌就想 叫尤大 出賣他 讓他釘死他 他才能夠脫離肉身 原來 耶穌說 肉體不好 他想辦法脫離肉體 尤大 告發我 然後釘死我身體 我的靈魂就出來 這樣 這是尤大福音的核心主題 但是這本 這本 所以尤大福音 他年份是公元220年至34年 大概公元180年左右寫成 他的經的名字 不是說 Gospel according to Judas 就是Judas 死了 所以 他不是尤大寫的福音 而是有關尤大的福音 猶大和耶穌同期死 沒有可能有遺作 究竟誰知道猶大講過什麼 沒有可能知道 猶大死了 很明顯是偽作 所以 當時有一個教派興起 認為 那些反對上帝都是好東西 就是猶大 還有該人 殺死人是好的 殺死身體 讓靈魂出來 有這麼奇怪的理論 基督教 就在他判定一些經典的核心 做法就是怎樣呢 就是 這些經典當中 很多藝經是 是作出來的 它不可以編入正典 很奇怪 藝經的內容是說什麼的 有一個叫彼得福音 裡面描寫 耶穌復活 當時 兩個巨大的天使 就很高高到天 又捐入那個墳墓洞 那裡 拖回耶穌出來 又很高大的出來 一出來 升到上天 那麼高 然後 那個十字架 竟然在裡面 會走路走出來 還會說話 這些就是神話 還有這些藝經裡面 有說到耶穌去埃及的時候 就是寶寶的時候去埃及 馬利亞抱他 進去埃及的廟裡 廟裡的偶像揮 全部起來拜耶穌 還有一件事 譬如說耶穌小時候 他可以把一隻泥造的鳥 一吹變成真的鳥 有些小鬼 倒死他的水 他就皺了 他馬上膚死了 你那小鬼 撞一撞他 又被他弄死了 這些這樣的記載 如果放在聖經裡 說實話 我就不會相信他 我不會相信聖經是真 這些叫神話故事 但是基督教呢 他在編定聖經的時候 他是很重視 什麼是真 一定要是真是上帝的東西 他不可以任何大集會 什麼都可以 那些什麼都得主義 他叫做宗教混合主義 就是什麼都可以 你那些就是我那些 你信什麼 他都是我的菩薩 有些說法就是這樣 你信那些神 就是我們的回殺者 這叫什麼都得主義 就是宗教混合主義 先決說實 但是基督教呢 他不會容許這樣 因為有些屬於真理的人 真理的就不是說 我為了讓你相信 我就作一些假的東西 等你相信 我是要真是的 告訴你 所以真理 例如什麼叫真是 二加餘等於四 就是真理 在一個實進的數學體系中 二加餘等於四 不可以二加餘等於五 那些叫真理 所以基督教呢 當他編成這個經典的時期 原來呢 那個正典的核心就是說 當時教會已經成立 就是耶穌之後復活之後 已經到處出現教會 有福音傳出去 那麼他們呢 教會是保持了師徒時期 親眼目睹的事實的著作 就是師徒見到的人 所以教會當時呢 是大家保留著 師徒寫下來的權威的著作 那些呢 那些呢 是叫做可靠的經典 那些經典呢 在第一世紀 已經在教會那裡宣讀的了 所以第一世紀 例如Clamour of Rome 這些人 這個Electus of Antioch 他們都強調 基督和師徒的權威 他們有引述福音書 即是福音書 當時已經寫了 那麼又到第二世紀 這個Justin Martin 這個宣導者 尤斯丁 他就記載呢 教會是中讀師徒的回憶錄 而且引述呢 他引述的馬太 馬可 和路加福音 他的門身也編成四福音合参 可見四方喜 第一世紀已經存在 那麼 而後來教會編正點的時候 就要將這些 是早期教會保留下來 他們還讀的師徒回憶錄 就是四方書 是那些編徒的口述 又寫成的福音書 這樣的時候 就是早期教會留下來的 另外我們來看 就有一個James Cameron 你知道是一個導演來的 他就說 製作的電影就是 宣稱他找到耶穌的墳墓 裡面有石棺 上面刻著 約室的兒子耶穌 於是他說 這個可能就是 那個拿撒拿人耶穌 因為裡面 人骨就證明耶穌沒有復活 他就找到一個感應 但是James Cameron 是導演來的 就是阿凡達的導演 他的導演當然厲害 但考古學就是九流 其實專家一看就知道 不可能 有個墳墓 在約室的意思 耶穌就是聖經人 沒有必然的 為什麼呢 原來Richard Barham的研究 在古代的石刻文字 和紀錄的文字裡面 耶穌的名字有九個 九個那麼多 約室的名字都218個 更多 在那些骨的棺材 就是骨的棺材 就是小的棺材裡面 執了骨之後擺進去那種 有七十個耶穌的名字 有些猶太人是沒有性的 所以他同名就很多 但是沒有性那怎麼辦呢 所以說拿撒勒人耶穌 因為他拿撒勒尼那個 才是我們講的那個 那周街都是耶穌的 所以你不要祈禱講鬼 不要就是奉耶穌的名講鬼 因為耶穌很多人 那時候我們香港踢足球 也有個花名叫耶穌 你電話寶查耶穌也很多 所以說鬼不要就是耶穌 耶穌基督的名字 說明 祈禱也是 尼美奉耶穌的名字 幾千個耶穌 幾萬個耶穌 但是耶穌基督才是 聖經裡面也有個 譯作巴耶穌 或者耶穌 司徒人選一個人 其實都是耶穌寫的 所以一定是 耶穌和拿撒勒 耶穌基督的名字 所以他說其實 耶穌和耶穌的名字很多 所以你找到耶穌的兒子 耶穌很多 所以他現在找到的觀察 沒有表示 他就是聖經的耶穌 問題是 這個道成肉身的耶穌 是稱為 拿撒勒耶穌 或者叫基督 如果你發現了 石棺寫著 約失的兒子 拿撒勒耶穌 這樣就比較緊張 會不會是指我們那個呢 但是現在發現 不是 這個是耶路撒冷的耶穌 他是在訪耶路撒冷 而且很有錢 耶穌窮 根本絕不可能是有關係的 然後他說 裡面還有其他的棺材 有馬太啊 猶大啊 這些名字 可能都是 那些門徒耶穌的親戚 其實很少 因為那些名字 當時非常普遍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硬的詭辯 那個考國學家 叫做 就是發現這個棺材 考國學家 他在1988年發現了這個棺材 然後他已經發表令文 表明 現在這個約失的兒子耶穌 不是耶穌基督 那 James Cameron 這個導演 就是拍套 documentary 講這些 搞錯了 James Cameron 他言論都不合考古標準 導演不是考古學家 這個電影純粹為錢 那個醜不淺文 拍阿凡達 其實 真正耶穌的墳墓在哪裡呢 現在 我們在聖地 有一個地方 叫聖蒙堂 Holy Shabbat 那個 說耶穌墓 是在哪裡 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 這個就很明確 找到證據 原來 現在的聖母堂 就是耶穌復活的空墳 因為他死了之後 他復活了 耶穌的門徒 就很清楚 位置在哪裡 一個釘十字架的位 就是加勒山 另外一個位 就是復活的墳墓 基督徒經常去那裡 紀念耶穌基督 但是猶太人後來造反 公元七十年 被羅馬毀了猶撒冷 但是由於耶穌的墳墓在城牆外面 所以就保留下來 但是到後來 猶太人又再造反 到第二世紀又一次造反 當時那個叫西門的造反 結果 結果引致 培盡大帝 叫海盡大帝 羅馬大帝 就把所有猶太 猶太教的全部封 全 順帶封了基督教的東西 然後把耶穌的墳墓 封了 就把耶穌的墳墓 整個神廟 在上面 然後呢 整兩個偶像 放在耶穌 兩個最重要的位置 一個是釘十字架的位置 一個就是 復活的位置 封了那個墳墓 和那個釘十字架的位置 讓基督徒不拜偶像 我就整兩個偶像 在那裏 讓你們不能紀念耶穌 好了 那麼 迫害了基督教二百多年 跟著就 軍事探兵大帝 寬容基督教 那麼她的媽媽 Helena 就是非常愛主的基督徒 她就很想找回耶穌的地方 去幫助這個帝國 有更大的發展 即是那個基督教 將來可能成為羅馬國教 所以一定要找回神聖的地方 於是她馬上去到聖地 尋溯耶穌基督復活的位置 那當地的人知道 耶穌在哪裏的位置 因為起了兩個偶像 等於兩個地標 就是耶穌基督復活的位置 就在偶像下面 所以根據Eusebius 這個歷史學家 也是當時的主教 該薩尼亞主教 她的記錄 就是當時Helena 立刻命令 叮叮打爛兩個偶像 看看是否真的有耶穌的遺跡 結果 找到一個裂開了的石頭 就是耶穌基督復活的位置 地大震動 所以石頭裂開了 找到那個位置 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復活的位置 打開裡面 真的有個空的墳墓 如果裡面有死之 也就是耶穌沒有復活的 但那的確是一個空墳 於是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小教堂 那小教堂變成一個大教堂 就是Holy Shabbat 另外 Helena 再在低一點的地方 就發現到 三個十字架 而那三個十字架 今天 在哪裏呢 有一個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分成三窟 一窟擺在耶路撒冷 一窟在君士坦丁堡 一窟一擺在羅馬 結果因為回教徒滅了耶路撒冷 十字軍打那段時間 回教徒搶了十字架 然後就沒有了 那君士坦丁堡又被回教徒攻入 又沒有了 但是在羅馬有一個十字架 為什麼不見了呢 直到十五世紀 有人在Helena的皇宮 旁邊有一個大教堂 叫做赫西瑪利大教堂 又叫做聖十架的大教堂 那個裡面的裝修拆了一套牆 牆裡面有一個箱 箱寫著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那 因為可能蠻族打入羅馬 滅了羅馬的時期 那些基督徒把十字架 收到一套牆裡面 很多年後 幾百年後才拆開一套牆 翌日裝修的時候 拆開東西看看有沒有 如果現在是舊樓 可能有東西在裡面 那個箱裡面 有一塊木頭 就是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 那個牌 寫著猶太人的王 是用三種文字寫的 希伯萊文 這個 拉丁文和希臘文 現在專家研究第一 這個木大概有兩千年 時間很準確 第二 他寫的拉丁文和希臘文 是倒轉寫的 是右邊寫向左邊 希伯萊文是右邊寫左邊 但是拉丁文和希臘文是英文 左邊寫向右邊 為什麼他寫錯了 這樣就證明他是真的 因為是猶太人寫的 猶太人寫的 猶太人寫的是右邊寫左邊 所以猶太人寫錯了 把串字拉丁文寫到右邊去左邊 顯明真的是猶太人寫的 不是後來的偽作 所以耶穌基督的真十字架 那個木有可能是這塊 你現在去羅馬 有機會我帶去羅馬 我帶你到那個堂裡找一找 那塊木還帶在這裏 好了 然後考古學再深入去發現 就掘下去 這個郊藥山的巨石下面 發現有海津大帝 建的神殿的石頭 把石頭拆開佛國裏面 有隻船 寫一些字 是拉丁文 拉丁文就是主要我來料 是根據聖經一百二十年篇 頭具的簡捨 所以顯明就是 如果這個石下面 刻了一個基督徒 寫下主要我來料 顯明就是早期基督徒 去加勒山 經驗耶穌的時候刻下來 由於當時人人知道 耶穌十字架和復活的位置 所以這個發現就證實 歷史上這是真正的加勒山 也顯明耶穌之死 是當時的復活 是人人目擊的事實 才讓人們去原本的地方紀念 其實寶羅有段話很重要 在《哥倫多前書》十五章三節八節 他裏面提到什麼 當日所領袖是什麼 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 為我們聚死的 又照聖經所說 第三節復活了 他已經提到聖經 寶羅寫這段經文大約 公元55年 似乎《新日聖經》都寫了 那時候已經有聖經了 然後又顯給基法 基法即是彼得 又顯給十二個門徒 後來一時顯得五百多個帝英 其中一大部組 今如今還在 卻也有經歲月 以後顯得雅各 再顯得眾事堂 沒了又顯得我漢 這段的經文很重要 因為他寫在公元55年 是從他字句的平衡的特色 他用阿拉文 基法這個字 顯明他試圖原本用阿拉文寫這一段 是早期他們在教會寫下的信條 寫的年代就是耶穌剛剛復活 之後不救 公元32年 顯明復活是多人目擊的歷史事實 而且當時到公元55年 聖經已經有記載耶穌的四復活 當時已經有聖經 聖經很早寫成 不是後來任作 寫神話 而且他比五百多人在 他說這些現在還在 所以說 耶穌基督當時的四復活 是那些人親眼見的事 而這個復活當然很奇怪 他的屍體不見了的人 最特別就是 因為當時人人都在反基督教 你那幫門徒一出去 就說耶穌復活了 那那個復子還沒說 那個活 那個活子還沒說 已經石頭扔下來殺他 當時 那麼多人反基督教 照計做 很容易的推回耶穌復活 做個耶穌屍體展覽會 那個墳墓裡面還有個屍體 你說他復活 那整隻墳在這裡 那便立刻推翻 那嬌教就沒有了 一切一招就破局了 但是他的屍體的確不見了 這個的確是一個難以解釋的事 只剩下一個空墳 而復活的主要向多人顯現 其中一次五百人親眼見耶穌復活 而且反對的人好像保羅 不信的人好像雅各 雅各是他弟弟 他們都因為見到耶穌復活而改變 他弟弟很難相信大哥 說實話 我的大哥雖然是很好的基督徒 很老實 很好的人 但是如果他告訴我 他是神的兒子 我就一定不會相信 從小到大和他玩到大 他穿短褲的時候 他樣子有點像神的兒子 但是 結果 耶穌當時他的弟弟 他親眼給他去修復 他才是教會的領袖 然後 更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穌的媽媽 媽當然希望兒子厲害 如果媽媽和其他男人搞出了耶穌 他不會相信耶穌真的是神 但是媽媽就是早期教會領袖 她媽的希望兒子厲害 我媽也希望兩個兒子拿諾貝爾獎 他還幻想過 說拿諾貝爾獎的時候 訪問他應該怎麼回答 唉 不用指望 他說我哥就會拿文理學獎 我應該拿文學獎 而不是拿和平獎 就算拿到的時候 你也當時不在這裏 你拿了多久才拿到 我差不多不在這裏 都還有些機會 但媽媽還在這裏 的機會就很小 媽媽希望兒子厲害 但媽媽不會相信兒子是神 所以這個人說到自己的 娃娃龍婆 神的宇宙是他有份創造的 你媽媽也不相信你就知道 他有真極有限 耶穌基督是媽媽 明確知道他是神 當然考過他發現 對這個空墳的環境證據 都跟聖經符合 因為聖經說到 耶穌十字的位置就在城門外面 現在找到古羅馬城的城門和城場 就是在加律山旁 所以非常準確的位置 而且那個墳墓那裏 古時是個花園 考過的證據顯明 而且還有其他墳墓 就是一個家族的墳墓 就會找到 被認為可能是約室 就是那個捐的墳墓 就是那個人的墳墓 但是獨有耶穌的墳墓 是空的 這個是相當特別的 學術界有個劍橋大學 和劉昌大學教授 他Anti Wright 他寫了本書 8117頁的巨著 分析當時歷史文化背景 他就確定 這個是歷史事實 這是名學者的決定 當然有一個 Garry Harberman 是相當有名的 基督教學者 他就和無神等哲學家 Antoni Flew 便辯論 在一個懷疑雜誌 Skeptics 即是反基督教的雜誌 就約基督教的 護教專家來辯論 由四個獨立的學者 去判斷誰贏 耶穌沒有復活 結果他們都判 哈巴馬斯 是辯論贏了的 而其中的Skeptics 即是華爾派學者 更宣稱 他說 聽完哈巴馬斯說的 之後 他就要重新看復活的事件 而Antoni Flew 很多年之後 就宣佈放棄武神倫 我在上帝那裡 也提過這個 是著名的武神倫之後 後來放棄武神倫 好了 我們看看 四福音書 為什麼是目擊證人的歷史呢 Richard Bauham 這個英國威爾斯的大學者 他指出 他本書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 裡面說到 公元70年之前 因為公元70年 羅馬人攻破耶路撒冷 從今以後 以色列就沒有了 即是剷平了 連優大這個名字 也沒有了 Judea的名字 就改了做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的名字 就是當時 後來羅馬開始改這個地方 叫巴勒斯坦 就是菲利基人的地方 即是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 就是菲利士人的地方 後來發音 英文就叫巴勒斯坦 那個字 那麼 在公元70年之前 這個地方 猶太人用的名字 就是古式的猶太人的名字 但公元70年之後 由於亡國 那些猶太人 沒有了自己的國家 所以他們用的人名 就加一個 拉丁文 或者希臘文的名字 在下面 即是我們來到美國 加拿大 一定要加一個英文名 很難讀我的名字 我的廣東拼音 那些人是 因聲娘 那些人 以為我是印度來的 那個聲音 我去印度的時候 Hello 我是你的名字 Oh my name is 梁彥彥彥彥彥彥彥 那麼 那些人名叫阿星 各個阿星 印度總理都是跟我同名 那 我跟西人說 他當然是讀不到我的名字 Mr. Dr. 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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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讀到我的名字 是 不要亂讀 廣東話你一定讀不到 國語你用免 Mr. Nian 他也很難讀 Mr. Nung 他就更加難 最後不如這樣 唉 叫我Thomas 於是我就改英文名叫Thomas 沒有人知道我叫Thomas 那如果有西人問你 Do you know Dr. Thomas 那你就要想想 其實是我 但是通常被西人問 我當然是口額 Do you know Dr. Carver Yu Carver Yu 真的不知道是誰 誰是魚 什麼魚 後來才知道余達森叫Carver Yu 然後他說 How are you famous 我當然是問Do you know his Chinese name 通常是不懂 由猶太人一樣 他就改了拉丁文名 和希臘文名 而四福音用的人名 全部是沒有加這些名字在後面的 顯明的作者一定是公元七十年之前 這個證據是非常充分的 證明就是耶穌同期的人寫的 是目擊證人的著作 其實聖經自己都這樣說 你查一下約翰福音 結尾的人怎麼寫 他說這事作見證 記載這事就是這個環島 他親眼看到他 我們知道見證是真的 另外呢 他十九章三十四字 特別記載耶穌丁十四字 當時有個兵 用一支槍扎他立堂 然後流出血和水 無端端加了一句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 他的見證也行 突然看到自己所說的事實 叫了人開信 突然間作者插進來加了一句 是真的 我親眼看到的 是很奇怪 因為寫開故事 無端端加了一句 就是 惠斯里見到外星人 分了危康加句 是真的 我也見到的 是不是 為何無端端作者會加一段上去 原來 他之前的階段 是現在專家就明白 流出水和血 在一個人受極大滄痛的時候 他的心臟爆裂 流出水和血 而 約翰那個年代是不明白 流出水和血是為何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醫學常識 另外一些專家就說 就是當血流肝的時候 都會淋巴腺的液體和血分開 減明爺雄已經死了 但是 古時的人是不明白 為何有這個現象 但是約翰為何要記錄下來呢 就是因為他親眼看到 當時十字架下 是約翰在場的 所以約翰親眼看到 他就說明是真的見到 我不明白為何 但這個港人是親眼見的 這件事就很重要 他作者的真誠性 因為作者如果他要欺騙人 即是寫一段宗教的東西 他當然不寫一些 要引人不信的東西 他加一段東西 那些人會不信 即是不明白 為何他流出水和血 以那時候的知識 但是他說 總之我是見到的 這個就是目擊證人的證據 是很明確的 當然還有 有漢一書也說到 有漢一書也說到 同一個作者 和有漢福音 他說 這個是我們親眼聽見 我們所聽見 所看見 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 由我們 所看見 所聽見 全給你們 作者是親眼見,親手摸過的,我說過耶穌,你以為我亂作嗎? 如果我告訴你,江碎王三下的孫行是親眼見的 那不是,作故事是亂作的,但他說我親眼見,不是作故事 而馬可一般認為,他將他見到耶穌的事寫下來,就是馬可執筆,馬可不禄 而後書寫的時候,他說,耶穌的大能,他並不是隨從乖巧滅造的虛言 有時親眼見過他的威榮,他說他從父神得尊貴榮,那時候從極大榮那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 即使我愛知我所喜悅的,我們同他在聖生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 他就說他是親自,看到,聽到這些事件 當然,路加福音也說到,很多人提過作書,成就的事 都是從起初親眼方面有全給我們的 而他就一個學者,一個醫生,我的基從起頭都詳細考試 就定義我一次就寫到你 所以福音書的寫作,全部根據可靠的資料,目擊的證據 而當耶穌復活的時候,路加寫,使徒人轉他說 郭英寫前面本書,說耶穌起頭的教訓 然後到他被接上星的日子為止 他被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仕途看 四十天之九明,他未顯現趕說神國的事 然後他說耶穌最後說了者,說他不正看 然後他就被取上星,有朵還不采白了,接位便看不見他了 這個是耶穌當時被接上天,都是那些人親眼見的 所以福音書是目擊證人寫的 由他們的弟子,這個Pipeus 他是愛任劉,特別說這個人 他見過仕途約翰,甚至手抄仕途約翰 他就說了原本的筆錄的福音 那麼耶穌就說了這個人物 他說當時約翰掌路,這個不是司徒約翰 是掌路約翰 還有是亞可,將彼得的紀錄下來 是完全有非常準確的方式紀錄 馬太是用希伯萊能記錄下來 全部盡他的能力,將他準確的 尤斯佩斯引述Pipeus所說的話 還有就是尤斯佩斯有說過 這個Pipeus親眼見到門徒,又得到他的教訓真理 而且是直接由真理來的資料 由當時的長老來到 他就說親自問他們 有關他們見到的門徒所說的 Angelo、Peter等等 Philip、Thomas、James、John、Matthew 他說我都是親自問他們有關所有的事情 他說當時這個人親眼見到門徒 而記錄下包括福音書的來龍去脈 好了,再考證福音書來自的年代 最有趣的一個考古的發言 福音書有說過有兩個水池 一個叫西羅雅池,一個叫不氏大池 那兩個水池公元70年被羅雅滅了 沒有鬼了,找不到的了 但結果是在公元70年之後 羅馬功滅耶路撒冷被破損 已經不起了 但不氏大池在公元1888年,即是19世紀 被考古學家找讀 西羅雅池在21世紀 就是2005年被考古學發現 證明都是公元70年之前的 是耶穌時代的 所以寫福音書的人 知道這兩個水池的存在 就證實他們是親眼目擊這些事情 還有一個Tilde,這個叫紫草專家 紫草即不是草子 紫草即是古書用埃及的紫寫 因為當時在死海古卷裏 有一卷叫7Q5裏 發現可能是馬可福音的語句 裏面就有一個字 就是格尼撒勒這個字 如果出了這個字 就似乎是跟耶穌有關 格尼撒勒和馬可福音有一個字 因為那一篇前後也有一個字 剛剛對準也跟馬可福音是格的 可惜就是格尼撒勒這個字 殘缺不齊 不能夠證明 紫草專家 文獻學家Tilde 他用電子顯微鏡去查考殘缺部分 裡面的希臘文的物跡 因為那些穿了個洞 那以前的紫其實是用草壓下來 又壓又壓又壓了90層 所以裡面就有很多細微的地方 留下一些物跡 用顯微鏡才看到 用顯微鏡才看到物跡 就證實它真是格尼撒勒這個字 然後就證實馬可福音 是死海古卷裡面找到 寫的古卷是多少 公元68年之前的著作 即是馬可福音一定是公元68年之前 而且他寫的年代一定不是打仗的時候 即是公元68年打仗 所以一定是公元60年左右寫的 而馬可福音呢 這些希臘文再去對照 在牛津大學有馬太福音的殘卷 叫做莫大拉殘卷 發覺都是一樣 於是他認為 這個寫馬太馬可的年份 是公元60至66年 很明顯是目擊證人的時代 其實四福音一早就存在了 古時很多的人物 例如Elites of Antioch Clemmer of Rum等等 都引述過 而目前找到基督教古代 有十萬份以上的 基督教的抄本和書上 年份是第一至第二世紀 其實裡面已經引述了 三萬二千節新的聖經 這個就是一個 叫Sir David de Brato的研究 顯明就是 早於寧世亞大會之前 基督教有皇帝承認之前 早已經寫了聖經 現在反基督教的人說 因為軍事坦丁 為了政治原因 就取了四福音出來 將其他方書去除 其實其他方書是偽作 因為他後來寫的 而四方書 新約聖經 當然神學家 Origin 到第二世紀 印了一萬七千字 新約聖經 顯明 一早寫 還有1740年 找到一個古抄本 這個叫 Vuratorian Camel 這個古抄本的 會盡量說到他寫作的年代 是Sherper of Hermes 和Pius I的時期 即是第一世紀 即是四福音在第一世紀 已經做了最早的抄本 裏面還說明 第三本方向是盧家寫 第三本方向是盧家寫 第四本方向是約翰寫 那些總書的證據 不非亦找到早期的古卷 其中一個在埃及發現的 約翰福音的殘卷 叫做賴蘭抄本 在公園120年的年份 他從土耳其開始寫約翰福音 一直傳到埃及 大概也要40年 所以說這個約翰福音 寫成的年代 公園70年左右 相當準確 最後一題 有沒有非基督教記錄過 耶穌基督啊 你只是基督徒自己說的 因為所有的抄本 都是基督教寫的 所以有時候 我就說當然 那些見到耶穌 那些馬上信了 所以寫的那些當然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見到耶穌復活當然 他馬上信了 但有沒有非基督教的歷史學家 講過耶穌的歷史真實性 原來都有 正史的著名學者 Josephus 他在公園93年 寫下了一個巨著 這個巨著 叫做《猶太古史》 裡面就講到耶穌復活 他原文是這樣的 大概這個時候 生活了一個智者 叫耶穌 人們就不知 能否確實清掃 一個人 即是人 那些意思是這麼厲害 然後他做了一些 令人驚異的事 即是神跡 而且那些很高興接受真理的人的老師 他贏了那些猶太和希臘人 他是救世主尼采雅 即是基督 這有任何意思 他就是救世主基督 他遭到我們之中的主要人物的恐怖 因此彼拉多將他定罪 並將他釘死在什麗卡城 但是原來熱愛他的人 並沒有因此停下落 因為他第三天復活後 出現在他們面前 神的先知已經與這些事 關於他 無數的非凡的事跡 此外 就是他的名字 以他的名字 明明的基督徒群體 直到今天 還沒有消失 這個就是非基督教正史的專家 在公元93年 記載了這件事 我附上英文譯本 曾經有些十九世紀 十八九世紀 即不是很信聖經的學者出來 說 這段 耶穌的東西當然是很詞寫的 是神話來的 這段 為何公元93年記載 他有神跡同步 當然是基督徒偽作 是加上去的 就是這本猶太古史 即是在中世紀傳來 基督徒抄多一段東西 去作上去 怎知後來一次推翻了 因為希臘文和伊斯蘭教專家 Pius 他1972年 指出原來在阿拉伯文裡 都引述過這段的 原本的猶太古史 翻譯上有些都是不同的 但顯見這段的原文 原本是記錄下來的 1995年 Goldberg這個專家 他就用電腦去查一查 這段有關 Formles saving 在他做Cyffe Dann Belt 他特別的希臘文 用法 查看所有希臘文資料 對一對 沒有那份是跟它差不多的 stata有什麼 unlockator的 結果之後一份能詢出來 就是《勞駕福音》24章19-27節 這篇是甚麼? 就是《勞駕福音》引述了一個目擊證人叫格留巴 他在二馬五師路上見到復活的耶穌 然後還跟復活的耶穌聊過 而這份文件相信格留巴是寫下來的 因為《勞駕福音》引述時是有人名的 有個作者叫格留巴 是親愛復活的耶穌聊過的 而這個格留巴 就是Josephus所掌握的資料的根源 所以這一段我們可以馬上知道 原來格留巴當年見到耶穌復活這件事 是寫一份材料 路加引用擺入復音書 而Josephus歷史學家查過這份材料 覺得可靠放進他的歷史書 而他根據的就是目擊證人的資料 而格留巴目擊所見的 是復活了基督 所以耶穌真的復活 而當時無常見到的這件歷史的事情 原來是很多人親眼見 而他的一身顯明 他真是上帝的啟示和救贖 具體真實的臨到人間 所以這件事的確非同銷河 一研究耶穌生命 仔細研究一下非同銷河 舊時的句話 怎知是汽水這麼簡單 即是你怎知是聖人這麼簡單 又怎知是神話故事這麼簡單 但你言國內各方面的資料顯明 當年發生的事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謝謝大家分享到這裏